好 3 2 1 好 等一下我就直接把畫面投入在這邊給各位看 這是手機的畫面 那現在是那個基礎的 就是一般的標準的輸出輸入 所以它可以當滑鼠用 那所以我就 比如說我現在開一個簡報 好 開一個簡報 這是 這是PTF 我直接開那個Word的簡報 有沒有 Powerpoint 的簡報 好 然後呢 好 這邊 我們它可以切換 剛剛是用基本的輸出輸入 然後你remote 你的遙控器 事實上它可以切換 好 它就有很多種 很多種內容 然後呢 裡面有多媒體 看一下MOS 多媒體是哪一個 Amedia 它好像新版的把很多收起來了 好 欸 這是媒體控制器 好 那我們來去開一個媒體好了 好 就是我們一般在播放影片的時候 好 影片這邊 假設這裡有很多個影片嘛 好 它要MEDIA MEDIA MEDIA 好 就是你在教室啊 你在播放影片的時候 然後 現在跟各位介紹的 你這邊是可以直接控制的 比如說 你用Arduino 所做的 下一頁 這就是下一頁 下面這一個 它就會直接跳下一段的影片 然後一樣聲音大小 一樣都可以 都可以使用 這個前能省電的系統 那這個系統呢 波放跟暫體 然後聲音大小 一樣可以調整 它 小聲 不難 很簡單 它的主要用途就是 如果 這是一個 我先介紹一下系統 這是一個紅外線的偵測器 因為我們沒有列表 我們如果有那個列表 有好幾段影片在播 它可以直接跳 然後這是停止 所以它就可以做一個 就是你的媒體播放器 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它提供很多種遙控功能 就一般的輸出輸入 還有檔案管理 它也可以當做鍵盤輸入 比如說 比如說我在Google 要打字 那我就可以去選那個鍵盤 選鍵盤 不過它目前好像沒有中文的 沒有中文的 好 所以你在這邊 它是可以打字的喔 它可以打字 所以也可以當做鍵盤來輸入 然後 好 還可以管理系統的電源 那其他一般我們就是 其實用滑鼠就可以做到 要做的功能 好 各位可以試一下 這個是就是 無線的遙控器 無線的鍵盤滑鼠 然後以前它其實還有一個 它還有那個簡報都可以控制 簡報都可以控制 但是現在沒看到了 它可能把它收掉要收緊 要收緊 好 來各位試一下 謝謝 謝謝